我們今天會一路教完期望值 然後教到數據分學的地方 那首先的時候我們會 現在我們會先把這個機率 最後一段講 就是在討論分組分類的機率 其實這個東西 分組分組的機率你們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它就像一段重複習一樣 它不是說很難 那難的應該是在第二小題的部分 來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機率的第二十二頁 機率的第二十二頁 機率啊 來 這個分隊問題 他說 要說 將 A B C 等等 平分成四組 這個組就是對啊 那 沒組兩人 那 則 A B C 三人中 任兩人都不在同一組的機率是多少 也是說 你去想一下 總情形 就是四堆 那這個四堆的話怎麼算 很簡單 C八二 C四二 C二二 C二二 C八二 C六二 C四二 變怎麼樣 C二二 神在一起就屬於幾階層就好 再屬於四階層 因為我們知道堆的對調是同一種 知道OK嗎 對齁 就算是堆 那你們的要求情形是多少 要求情形的話就是 A B C 三人不在同一堆 那這怎麼做 首先是要先把A B C放入這三堆裡面 可以嗎 那注意你放A B C的時候 也是算分堆喔 可以嗎 所以在這裡A B C A C B B C A C A B 都是一樣的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知道 如果你的要求情形要先把A B C 各分在裡面的話 C三一 C二一 C一一 再屬於幾階 所以三階層 把A B C分進去 那接下來分進去以後 你這裡是要每個要兩個人 你這裡是要派一個人進去 再派一個人進去 再派一個人進去 那這裡就派兩個 那你要注意這三種派人進去的時候 你是視為分堆還是給人 如果堆中有人的話 視為給人 可以嗎 所以我們這時候呢 再把三個人派進去 全部八個人下五個人 C五一 C四一 C三一 把人派進去以後 最後這兩個人再派進去 再承上C二二 就好 注意這個東西還是對 這還是對 這還是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機率 就把總情形分成要求自己算出來 你們還有人沒有拿到那個期望子的東西的 等我一下 你看 你們拿了嗎 拿到了 好 不知道期望子你們學校也很少 你知道吧 期望子真的可以交得太少了 就是 就交完了 你們學校老師也是一樣 把期望子 就交完了 還沒交 還沒交 那我跟妳講 喔 好 秋子真的是很快 然後也是蠻簡單的 所以 很快 那今天最難的地方應該是 我會 我會有兩題 就是通整排列組合的基本問題 那兩題交完應該會比較 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最後 是快樂的統計 那統計為什麼快樂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說 我們統計的東西全部都已經錄好了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 欸 看一看很簡單 那你們可以自己看一看 就只有一維二維數據分析 很快 那這個當然我們講現場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 有互動的話 我們就可以及時的知道你們的問題在哪邊 好 這樣OK 那機率你們就知道 總情 機率就是 總行星分 總行星分 要求行 可以嗎 好 好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十二頁的第二組 這是第一 因為第一題的話在四組之下 我們要A B C都不在同一組 就這樣就把它送 那第二是什麼 第二他說 某兩隊 某棒球比賽 有實力相當的 加於比拼四隊參加 實力相當圈獎 也就是說他們的勝率都是二分之一 為什麼我沒有圖啊 蛤 我知道 我這個檔案轉成PDF檔 有一些圖會跑掉 蛤 蛤 你的有嗎 蛤 你的有嗎 蛤 太奇怪了 我的也沒有 有沒有 你的也有 哦 嘿 你們自己畫一下 好不好 他這個比賽是這樣子的啊 Oh my God 不是我跟你們講 因為 有的 有的答案是直接從某的去印的 我記得我印兩隻 有的答案是直接從PDF去印 那PDF的話 有一些圖會被裁切 就是有的時候這個轉檔的問題 來圖長這樣子 很簡單 可以嗎 那有加一筆 你試著要參加 可不可以 那這個就是敗亞軍決賽 可以嗎 你會覺得這個皇后不太夠啊 我很想買這個 泡泡先生 泡泡先生 但是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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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愛的 我覺得好可愛 可是有點 有點娘們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開那個東西的時候 心理壓力會變小很多 我覺得真的不錯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覺得很像那個 口香糖 被吐出來的感覺 但是我越開越喜歡 泡泡先生 真的很可愛 來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 好像是一個 法國的卡通 那他的周邊 就是有一個很胖的泡泡 在那裡 笑笑一下 不是 錯 來同學 來 你們要怎麼做這一領 他說啊 冠亞軍決賽 有加一兩隊對戰 你就想 冠亞軍決賽 有加一兩隊對戰 他有什麼條件 第一個條件 怎麼樣 就是假以 是不是分在比賽的兩側 你要先去算假以分別在兩側的機率 對不對 要不然如果假以在紅色度先比完 你懂嗎 那第二個 而且怎麼樣 假要贏 贏也要贏 所以機率是有兩成 假以被分在兩側的機率 而且假贏 贏的機率 這樣OK嗎 可以齁 來 那我們來討論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總情形是什麼 所有分隊比賽的方法 那所有分隊比賽的方法 是不是 先從上面 沒有買一種 用排列的還是用組合的 可是由上往下 還是由下往上算 我們之前不是有交過嗎 這除以二的幾次方改種 那我們直接由下往上算好不好 那總情形叫做 四接成除以幾 來 加一丙丁 任意全排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可以對調三次 除以二的幾次方 二三次方 可以嗎 對不對 那我們的要求其實是什麼 假以在怎麼樣 兩側 對不對 假以在兩側 那假以在兩側 假一開始有四個選擇 一呢 剩下兩個選擇 其他人 還是要排進去喔 丙丁排進去 二乘以一 再數以幾 二的三次方 算起來是幾 二 除一除是二 這裡除一除是幾 二十四除以八 叫做三 這樣OK嗎 所以 第一件事情的幾率是 哪幾 三分之二 這樣OK嗎 好 那繼續往下算 第一個狀態的時候 三分之二 代表假以被分在這兩側的幾率是三分之二 那第二件事情 如果他們要比冠軍賽的話 怎麼做 是不是假要贏 一場 一要贏一場 一要贏一場 再乘上二分之一的乘以幾 二分之一 是不是假以會在冠軍賽 可以嗎 好 這個假位 而且也要 好 所以算太難了是六分之一 哎呦 好 好 我應該下禮拜會把肉依出去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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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們應該要考到那個 相關系數那邊 好 那這個 一圍數據的話 我會 我有一些東西會稍微的跳一下 然後 反正就知道到時候 一圍數據分析在交的時候 你們就 你們就會覺得我這樣做是對的 對 那如果你們要看完整 那 因為就我們的經驗 前面很多東西是很簡單的 什麼 什麼種數啊 中位數啊 四分位差 那個東西我們不會 我們可能會稍微 就是稍微 再跑快一點 這樣非常好 這是第一種方法 法一 那 這個法二 法二是幹嘛 就是說 第二個想法 就是說 其實 這個 你去想這件事情 題目的前提是 這兩個比賽是怎麼樣 是公平的 也就是說 每個人的勝負是都有機會 那我問你喔 你如果要去看冠軍賽的話 你需要去知道他們前面是怎麼比的嗎 其實是不需要 所以 像這個題目喔 在這個之前選擇出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偷吃過的方法 因為他是公平的 所以總情形是什麼 冠軍賽的總情形 就是任兩隊去比賽 對不對 任兩隊去比 叫到C4取2 那你要求情形是什麼 要求情形是假跟一 C2取2 你有懂嗎 因為你根本其實不需要知道他前面的主牌 如果這個比賽是公平 比賽是公平的前提之下 你懂嗎 所以這個機率 就變成C4取2分之C2取2 答案一樣是6分之1 0.167 因為他是0.1666 然後四融入0.67 你們今天想不想喝飲料 原生又想要請客 因為最近不是有一個索困金嗎 然後原生就去申請 然後結果就下來 3萬塊索困金 蛤 就是老保投保以下 然後這個稅務再一個金額以下 然後就可以 對對對 就可以去申請 我想說幹他需要出什麼困 對啊 就是他還真的去申請 幹 結果還真的就中了 你知道嗎 對啊 我跟你講 照理來說我也可以申請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 因為其實這個補習班的負責是掛我媽 沒有 沒關係 就錄下來就好 那補習班的負責是掛我媽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我去投保的也是 我媽的公會 而且 而且我的保額也是 因為也沒有保多久 所以 好像也是2萬4 所以改天 這個禮拜 嚴重請客 然後下禮拜就換回請客 對啊 這樣OK喔 同學 那你要注意喔 這一題的前提是因為公平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算 那同學 有沒有不公平的可能有嗎 例如說 甲對的勝率是3分之2 跟其他人比是3分之2 乙對的跟其他人比的勝率是4分之3 除了加以外 那這個時候不公平就是只能這樣寫 因為不公平為什麼只能這樣寫 因為這時候請問你喔 如果如果有兩隊勝率比較高 總行星可以用C4取惡嗎 當然不行 因為根據這個 這個 五點擊率的模型 我們 總行星是每一件事情出現的機會要一樣多 如果隊伍的勝率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直接寫 這我來說什麼嗎 這我來說什麼 所以這兩個方法我都有講 因為這個原因 好 這個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開始講期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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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重点的期望 第一个 假设有个试验 M1,M2,MK 有K的结果 那每个结果发生的机率 就是P1到PK 则 来同学 把1改成EX 我们把1改成EX 这是某一件事件所发生的期望值 这M1,P1都要MK,PK 那这个期望值用1来表示 因为它Expitation 你的期待 Expitation 可以吗 表示你对一定是你的期待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设 假设你丢骰子 可以吗 那你丢骰子 你丢到的点数乘以100倍 就是元宗送你的钱 因为今天元宗很有钱 好不好 那你就想看 你丢骰子 100块的几率是6分之1 可以吗 200块的几率也是6分之1 300块的几率也是6分之1 400块的几率也是6分之1 500块的几率是6分之1 600块的几率是6分之1 对不对 可以吗 那你去想一下 这个6分之1是什么意思 大略每6次会有一次得到100块 可以吗 每6次会有一次得到200块 可以吗 所以如果你玩6次平均 会是多少钱 是不是可以的6分之1 乘以100 加1乘以200 一直加到1乘上600 可以吗 可以吗 那我们把几率分开来看 它就可以写成 每6次有一次是100块 每6次会有一次是200块 老怪是一百块 每6次会有一次 200块 每6次会有一次 一直到几 600块 每6次会有一次 知道OK吗 OK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时候会是多少 6分之2千1 等于350块 也是说平均每6次会得到2100块 OK 那这个平均数的概念是在一个大数法则之下 就是如果我们丢伞丢了无限多次的时候 每一个出现的比例都相同 的前提之下得到的结果 可以吗 那平均每6次会有2100块 那平均完就是每一次会有多少钱 350块 OK 它这个算完折算以后 每一次会是350块 也就是说你在骰子拿起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350 这样 懂我意思吗 你心中就有这个预期 就会得到350块 这叫期望值 OK 那你从这个期望值的架构下面是这个我们得到的报酬成长机率再加起来 上面是我们全部加起来除以6 可以吗 那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很像平均一样 可不可以 可以喔 下面是钱成长机率再加起来 那你看上面这个式子 是不是可以把它向成 假设我们丢6次 有一次会得100 一次会得200 到一次会得600 可不可以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从这个架构往上回去看 就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其实就是什么值 就是所谓的平均值 可以吗 期望值就是所谓的平均值 可不可以 只是这件事情 你做的次数不是固定 可以吗 但是明明之中偏注定 大约每6次会有一次出现 是不是可以算平均了 所以期望值是平均值 这次也非常重要 期望值是平均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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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看期望值應該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A選項期望值是各種可能的報酬 乘上機率的核 那基本上來說報酬不一定只是錢 好不好我們人生沒有那麼低數 也可以很低數沒有關係 然後第二個是一張同意發票的這個期望值大概是1.6236元 那兩張就是他的幾倍 兩倍 你要知道這個期望值還有平均值的意義在 那平均值就有加乘性同學 也就是說你舉起手買 你要丟預期這一次會得到350 那你再丟一次也會得到350 所以兩次加乘起來你平均 如果你丟兩次產值 你得到了錢的機會就是幾 這個期望值就是350 不能得兩倍 可以嗎 聽懂嗎我在說一次 我剛剛有點咬舌 你舉起手還要丟一次這個硬幣 這是原充 你就預期原充會給你350塊 那你再丟一次是不是350 可以嗎 那這兩次加乘起來就是說 你如果丟兩次產值原充就給你350的兩倍 變成700塊 這樣OK嗎 因為你只要丟6次就會是多少 你只要丟6次就會是得到2100塊 可以嗎 這樣OK喔 好 所以這個期望值有加乘性 因為我們去用平均的概念去想這件事情的話 就蠻容易去想像的出來 OK喔 那後面我會給你們看到就是說 你用期望值算的結果 最後也非用平均值去代用 這個例題裡面就會出現 好 好 那再來C 一種遊戲如果有輸贏 他是否公平 端看 期望值是否為0 可以嗎 這叫做零和遊戲 零和就是 你有可能這個 有可能輸 最後你的期望不是0 對於這個中家跟賢家都是公平的 聽到懂嗎 那所有的賭博遊戲 期望值都是負的 這也就是說你們 只要你們賭博 就一定會輸 除了一個遊戲以外 這我們上次來看這個 21節 21節是唯一一個就是 就是對於莊家 就是對於莊家是 會比較虧的遊戲 但是現在基本上已經被破解 如果你們玩21節的話 就是你玩到一個程度 他們就會重新起來 這樣子 好 再來租 那計算期望值 需要跟各種結果換算成 同一個單位 也就是說你買汽車 送汽車送電視機 全部要換算成錢 你才可以一起計算 這樣OK嗎 這四件事 那我們來看第1 投資一例公正的骰子 如果說值出一點 2點可以得到10元 3點4點5點 可能得到50元 6點可以得到100元 這個時候只骰子一次 所得的期望值多少錢 來 這個 10元 基本上來說這個算期望值最基本的就是表格吧 10元就值到1點 2點 可以嗎 50元 50元是幾 3點 4點跟幾點 5點 100元是幾 6點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如果1點或2點 機率是6分之2 345是幾 6分之3 6點是幾 6分之1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我們這個期望值 就是多少 期望值 就是多少 10元 的機率是 6分之2 加上 50元 的機率是 6分之3 加100 乘6分之1 算下來的答案是幾 6分之10 10乘2 加50乘3 加100乘1 自己算就知道答案是多少 可以嗎 同時我故意再寫一次這個東西 再次 再強調期望值就是什麼值 就是平均值的概念 有點像加全平均的概念 3分之1 好 拉串 那利1講完了 我們來看利2 一個 一個袋子裡面 有3顆紅球 5顆白球 同學如果你們能從袋子取球啊 這些東西可以稍微畫一下 方便你們看 來 袋中認取一球 x 表示取到紅球的個數 喔 那第1個 球 EX X多種 取球的時候 如果只取一球 是不是只有可能0個紅球 或一個紅球 那0個是不是要算 同學 0乘上機率是還是0 所以0基本上是不用計算 方便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時候來 一球的 只取一球的話 是不是 1 乘上 8分之3 有8顆球裡面有3顆紅球 那我們來看第2小 第2小題 這個時候呢 我們如果取兩球 1個紅球 他的球數 點數的可能性 1顆紅球 或者2顆紅球 可以嗎 那他的機率怎麼算 總情形叫 C8取2 1顆紅球代表另1顆是這種球 白球嘛 對不對 C3 C5 C8取2 C3 OK 那這個期望值 就是多少 1乘上 C8 2分之 C3 1 C5 加上 2乘上 C8 2分之 C3 可以嗎 喔 那你們自己去算這個答案 我來講一下例解 我們知道期望值是平均值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 一球 你取一球的期望值 取一球平均是有8分之3跟送紅球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喔 那取兩球就是幾倍 就是8分之3的幾倍 2倍 8分之3 8分之3 算才應該是4分之3 同學來 你們現在來檢驗這個數字是不是4分之3 是吧 對不對 算一下 喔 好 算了嗎 有 1 1 2 1 2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没有 是不是4分之3 是吧 对吧 没有算 来 8756除了 我还算28分15 加上28分几 6 28分21 自己除以7 4分之3 摔下 好不好感受一下 哦 同学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 如果你一球一球算一种一种 很复杂 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高的观点去看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平均值的问题了 所以如果三球是几倍 三倍可以吗 哦 这个随堂练习就不讲 好不好 哦 还是要写一次 你们可以接受是三倍 不能接受的 自己再算一次 好不好 来 这个 第二页 同学一样 如果你们真的在算这个期望值的话 可以慢慢算 一红 两红 怎么样 三红 可以吗 那继续再去算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 随堂练习 我们自己练一下 好不好 那当然的话 除了用这种方法 那也可以用 期望值再乘几倍 三倍来算 这样就可以了 同学来 我们再讲一些小观念 这个顺便 因为基础练习练习 这个加神系也稍微 我们 待会来再讲一些小观念 这个奴隙鞋 第一页 里面 我们有 由刚刚的这个圆松 圆松赚大钱的这个 这个 这个故事再继续往下延伸 来 一百块几率有六分之一 两百块几率有六分之一 三百块几率有六分之一 四百块几率有六分之一 五百块几率有六分之一 可以吗 对不对 这时候我想要看 这个圆松竟然这样 花了多大米因子 这时候我加码好不好 什么加码 每一组加一百块 那你们期望值 可以再多多少钱 平均每一次 每周六四 都会多六百块 每周一次都会多一百块 看得懂吗 所以如果我们的期望值是 X加一百 这时候就变成多少 就变成原本的期望值 再额外多出一百块的报酬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OK喔 好 那我问你们 如果圆松呢 这个钱会挖光 结果第二次玩的时候 圆松变得比较小气 他的这个酬金责半 那同学如果每个酬金都责半 你们预期圆松给你们的钱 会变成多少 会变成原来多少 一半 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吗 所以说你去想喔 如果圆松给的钱是原来的一半 但是铁头依然坚持的 多加码一百块 因为还是 还是付的比较少 好不好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新的新的期望值得是多少 比如说有可能是给圆松给的 圆松给的钱 就变成原来的一半这么多 那铁头给的钱是来五遍 看了吗 平均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你们有没有断考调分过 老师如果班上平均段考这一次 干都不超难 考40分好不好 平均40分 老师说啊 看好可怜 就每个人多加20分 那同学平均会变多少分 原本40分如果每个人加20分 平均会变多少分 所以再多加20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好 那老师说这次算了 就大放送 我们反正就全班最高分 也没有超过50分 所以我们就乘以两倍 同学 那本来平均40分 每个人的分数放大两倍 然后变几 变平均变80 这叫做线性的加成 听得懂吗 所以希望值也会有这种线性加成的特征 希望值也会有这种线性加成的特征 好 好 把它稍微的省下 感觉是有点重 不然等一下我们来实际玩一次 来 帮你写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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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出一个正面得到5元 一个反面赔2元 那这个时候使人所得的钱 需要求EX是多少 同学来 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从多的钱 开始慢慢去看 有哪一些钱的可能出现 你有懂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第三 钱 跟机率 来 那你看一下有可能是正正正 得到几元 15元 对不对 你的机率有可能是正正正 划头15元 那要可能是正正反 这时候现在多少钱 10 再来 正反反呢 5 扣到1元 那再来什么 反反反 赔幾元 赔6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我这几中可 那他的机率是多少 总情形是2个3是8嘛 正正正是1 那正正反呢 是不是正反正反正正 8分之3 可以吗 同样的是8分之3 可以吗 8分之1331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去往下算 来 这个就自己做了 那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期望值的报酬有可能 正也有可能负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庭幕这个原因 好 好 所以第三个 我们就用期望值慢慢算掉 期望值就变成15 乘以8分之1 加8 乘上8分之3 加1乘上8分之3 加-6 乘上8分之3 赚成的最后就是我们的家长 可能会赔钱 但是总体而言 赚钱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还是去玩这个游戏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历史 历史 历史很用 你们老师有讲这个题目吗 卡米尔的问题 没有 这个问题是第一个期望值问题 这是在这个历史中的第一个正式的期望值问题 那期望值这个 其实后来 这个期望值的算法 这个 巴斯塔这个解完以后呢 拿这个算法 后来延伸到蒙地卡罗 蒙地卡罗 就是以前在欧洲最有名的赌城 然后从北非再转回英国 因为英国是这个保险的发源之地 所以 所以这三个地方 最后就把这个数学的机率的体系建构出来 好 看一下这个历史故事 这个法国 1654年 法国 有加一两位实力相当的期望 各出赌金 三四二法 总共是六四二法 可以吗 相约赌赛 那推定先赢三局者胜 先赢三局者胜 但是每局要分出高下 不能成何局 那结果第一局假赢的 不料呢 这时候呢 发生一些事故 可能是法国大革命 应该不是 反正就乱讲 那 迫使这个赌赛中 以后也很难继续比赛 可以吗 于是这个公正人呢 决定将赌金 平分还给甲义两位棋士 但是有的人怎么样 应该分的多应该分的少 毕竟怎么样 第一局假赢了嘛 假的 我快赢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赌金怎么样 有人多有人少 那这个 这个喜欢数学的赌图 迷尔呢 就拿这个问题向巴斯卡指 这样 那这个很有名的赌金分配问题 那这个赌金分配问题 巴斯卡就是用期望值去解的 那怎么解 那你是不是要先去算 假赢的几率 可以吗 那我们知道赢的话 如果真的三场都赢 假是可以拿到所有赌金 如果输的话是0元 0就不用算了 所以这巴斯卡的想法是这样 要嘛得到64 要嘛得到0元 那这个时候再去承证他的几率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这个期望值 也是假预期得到的钱 可以吗 哦 来 那你算了假的钱算完以后 剩下就给你 那假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假已经赢了一场 可以吗 那他的赢的几率 我们来几种 第一个他有可能连赢两场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再来有可能输一场 赢两场 在第四场的时候赢 这两个可以对调哦 所以变成八分之一乘以几 二 输赢赢的几率是八分之一 可是这两个对调 所以是八分之一的两倍 因为假数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假赢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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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可能是赢输赢 可以吗 所以是八分之一的两倍 我把这个笔记写 那有可能这个是在 这是在第四场的几率 对不对 但是有可能这样 输输赢赢 有可能在第五场赢赢 可以吗 那如果在第五场赢赢的时候 这里是也可以对调 那输输赢赢的几率是几 十六分之一 那这里的对调有这种方法 是不是三种 可以吗 参与三 所以这个是假胜的总几率 可以吗 因为我们知道 只要假累积赢的三场 是不是就会 就会赢了 可以吗 那请问你 有没有可能输输输赢 不行 因为只要输三场 假就输了 你得懂吗 所以这个假的胜负有这些的总和 那我们全部加起来是多少 加一 就等于 这个 四分之一 加四分之一 加十六分之三 算是几 十六分之四加四加三是十一 假的胜率是十六分之十一 那半是十六分之五 所以我们假希望可以得到多少钱 就是这个 六十四 乘上十六分之十一 可以吗 算才能四十 那以的话是不是六四点四四就这样 可以 可以吗 20块 好 讲到这里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 等一下再继续 你们这边有听不懂吗 或是觉得很奇怪 应该都蛮合理的 对 可以吗 这个 对 这 对 我这个 我这个 我静的 我这个 我静的 我先辈igh 我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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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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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